作為一個政府 在對外談判的時候 他有沒有特別注意到人民的健康 有沒有把人民的健康擺在第一位 而不是只是拿去做經濟議題來做交換 我們看到這次牛肉協定整個處理的過程 政府是密室協商 沒有透明 也沒有跟在野黨 國會 甚至於我們的民眾來溝通 以至於在公布之後 我們的人民反抗 反抗得非常厲害 全民可以透過公投 來阻止一個傲慢而易孤行 而沒有辦法抵抗外來壓力的一個政府 讓他重新談判 讓他能夠反應民意 而且能夠完全保障人民健康的一個協議 在這種前提之下 民主進步黨已經做成決定 也就是說任何民間社團 或者任何的團體所發動的這種運動 遊行或者是全民公投 連署 我們民主進步黨都全力支持 而且要動員我們的系統來做支援 不要因為沒有辦法抵抗外國的壓力 或者是因為他覺得國內人民的聲音是可以被忽略 而不願意去重啟協商 而用種種的理由來阻擾這個協商 這樣不但會損害政府在人民心裡的公信力 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也會對美國的業者 在台灣的牛肉市場的利益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作法 作為一個政府在對外談判的時候 他有沒有特別去注意到我們人民的健康 有沒有把人民的健康擺在第一位 而不是只是拿去做一個經濟的議題來做交換 我們看到這次的牛肉協定整個處理的過程 政府是密室協商 沒有透明 也沒有跟在野黨 國會 甚至於我們的民眾來溝通 以至於在公布之後 我們的人民反抗 反抗得非常厲害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協定 其實它只是一個啟動協定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過渡協定 這個協定在180天之後 它很可能經過雙方再一次的協商以後 就會全部的開放美國的牛肉進入台灣 換句話說 這個協定 已經是替將來全面開放美國牛肉 已經打下基礎 而我們也看這個協定 它的很多條文 都沒有像韓國的協定一樣 不但有限定180天 對不起 180 就30個月以下的牛肉限制之外 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 有類似於韓國的條文 有很嚴密的風險管控機制 寫在條文裡面 以至於我們的主管機關 要採取風險管控 或者是管制措施的時候 它都沒有在協定上的根據 所以我們覺得到現在為止 談到現在為止 這個協定對我們全國人民最大的風險在於 第一 它沒有一個嚴格的 經雙方協議的 一個非常嚴謹而細密的風險管控機制 第二 它其實是很倉促的 要在180天全面的開放我們的牛肉市場 給美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民間的恐慌是必然的 我們現在很多民間的質疑 是正當的 是正確的 我覺得人民在恐慌之餘 都忘掉了自己 其實是有一個權力 也就是說 全民可以透過公投 來阻止一個傲慢而易孤行 而沒有辦法抵抗外來壓力的一個政府 讓他重新談判 讓他能夠反應民意 而且能夠完全的保障我們人民的健康的一個協議 在這種前提之下 民主進步黨已經做成決定 也就是說 任何民間社團或者任何的團體 所發動的這種運動 遊行 或者是全民公投連署 我們民主進步黨都全力支持 而且要動員我們的系統 來做支援 那麼 蕭基會所提抗的這個全民公投 我們民主進步黨是全力的支持 那麼我們也要求 我們所有的黨公職 還有我們的黨員 都一起來參加連署 讓我們這一次的這個連署 可以在很快的 很短的時間內完成 那麼進入到我們下一個連署的程序 那麼在下一個連署的程序 我們也會盡全力的來支援 但是我們在這裡 要向政府提出嚴重的警告 重啟台判 是一個國際協商的一個常常有的事情 不要因為沒有辦法抵抗外國的壓力 或者是說 因為他覺得國內的人民的聲音是可以被忽略的 而不願意去重啟協商 用種種的理由來阻擾這個協商 這樣不但會損害了政府在人民心裡的公信力 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也會對美國的業者在台灣的牛肉市場的利益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自主管理等等 其實都是迂迴的做法 他的結果會產生人民貴牛肉 甚至於風險較小已經進口的牛肉 也連帶的產生疑慮 對美國的牛肉在台灣的市場 其實是傷害是更大 所以這是現在政府在做的 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 正本青年的做法 就是重新談判 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併處理 而且完整的處理 而且謹慎的處理 這才是一個最安全 最負責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